嘿,大家好,我們炫耀,這是阿神Clicky 歡迎來到我的Studio 我們專業minecraft,然後我們講完的是 水狼的喪魂村,在上一集episode的時候 我們到了... 我不想面對的醫院 OK,然後上一集episode 我們從大門這邊走了過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幾間房間 是什麼房間好了 第一診療室,第二診療室,第三診療室 還有第四診療室 這邊應該是等待的區域吧 為什麼會有椅子朝這個方向看出去 有什麼風景之類的嗎 OK,不要看到不該看的 我們到診療室裡面去看一下 裡面有些什麼東西好了 先從第一間開始搜索 我們手裡拿著那個桃木鍵 這樣心裡想著阿謙會比較安心 嗯...似乎沒有什麼東西耶 這裡是...喔,這裡就出來了耶 所以這是繞一圈的意思嗎 那我們走,這裡好了 喔,這裡就是接到第二診療室是嗎 那我們搜查一下 似乎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到第三診療室 欸唷,有寫字耶 欸唷,這個是... 欸唷 OK 我們看一下箱子裡面,這是什麼 工作日記 李仁傑醫師 我們看一下這上面寫了些什麼 天啊,好有心喔,這間房間 第三診療室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孤兒院的院長霍爾又來找我了 想從我這裡買兩包鞋帶回去 問他想要做些什麼他也不肯說 為什麼他要買鞋帶 雖然說醫院的鞋庫存量本來就不多 不過他出市價的三倍 我可以多佔一點外塊呢 一兩包鞋帶暫時失蹤的話 應該不會有什麼人發現吧 話說他哪來的這麼多錢 第二頁 護士留了一案 不,是劉安利最近的行為有點奇怪 第三頁 有個病人在房間裡劃破喉嚨而死 也有好痛的感覺 摸一下喉嚨 值班的劉安利居然沒有發生到底哪裡不對勁 凶手到底是誰 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跡 嫌疑最大的護士又有不在場證明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護士長,這是念靴嗎 噱桃的遺體在太平間被發現了 死因是自殺 因為現場有他的自白罪行的遺書 以及殺死病人的生氣 但是我直覺認為兇手並不是噱桃 最近劉安利的行為越來越奇怪了 其他的護士都跟我打小報告說 他會在休息室中自言自語 然後看著鏡子冷笑 也許他是因為噱桃的事的關係吧 他們是關係很好的好朋友 警察要我多留意一下 他最近是否有可疑的人士進出醫院 我覺得就是院長 院長感覺超詭異的 為什麼要買兩包鞋呢 因為有人看到 其實院長是吸血鬼吧 因為有人看到 醫院大半夜的手術房外燈還是亮著 而且有奇怪的聲音 但是那一天並沒有動任何的手術的排程 而且那一天也沒有任何醫生 值大夜班急診室 如果是沒錯的話 他今晚又會殺害病人 我得趁現在報警 這樣或許還有機會可以挽救 怎麼辦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李仁傑是被那個護士幹掉了 然後是我的錯覺嗎 我怎麼覺得這些血跡會動 OK應該是我的錯覺 那這裡是第四整療 是是是是 WOW SHUT UP SHUT UP OK 閉嘴 痾...地上就是血跡是嗎 痾...這裡是往二樓還有地下室 夠了 痾...我們是從那邊進來 然後這裡都 然後我在配上這個BGM 我們先把這一層樓探索...探索完好了 其實那個聲音一直存在的話 並不會很可怕 請插入ID卡 沒有ID卡 就是電動門需要... 除了需要電源之外還需要ID卡 電源應該在地下室 奇怪我記得我是調... 我是調和平 為什麼它可以一直存在著 然後我一說完它就不見了 它又出來了 這是為什麼 X光室 痾...所以這是要... 需要電源之外還需要ID卡 電源應該在地下室 所以我們必須到達地下室之後 找到ID卡才能把...就是... X光式的門打開 痾...有點解謎的感覺了 手術室 天啊...手術室裡面都是血跡 痾...應該沒有什麼東西 我們出去好了 痾... 這是手術燈吧 等一下 我的滑鼠有點不太受控制 這是什麼回事 手術式山 痾...等一下 這手... 痾... 這邊有...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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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挑和平耶 呃...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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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IGO咧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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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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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好像開到不應該開的機關了 然後庭院的門似乎沒有辦法打開 我覺得我們必須找到 我們先去地下室好了 這一層樓似乎沒有什麼東西 還好沒有那麼可怕 已經習慣了 地下室這裡是 就是純粹的肉塊還是血之類的東西 沒有辦法打開 好那我們先到 樓上看一下好了 天啊地上的血跡真的是 這個是 一幅畫而已 Ew We 那個什麼We will 我看不懂 那個字太模糊了 OK 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裡是 二樓的樣子 然後 門裡面 喔這裡是病房是嗎 我們看一下這個箱子裡面 什麼東西都沒有 這裡也都沒有 我一直覺得這些血跡在動 還是是我的錯覺 我們到病房裡面看一下 這邊有個箱子 有一本日記 劉安理 就是你 這個奇怪的護士 我們看一下這奇怪的護士 要說什麼東西 那些病人真是吵 明明沒有事 卻還要半夜按緊急鈴 我難道不需要休息嗎 最近有點累了 是不是該旗子改行呢 常常出現幻覺 好像有什麼人跟蹤著我 有一個陌生的男人一直跟著我 該不會是對我有意思吧 原來他叫做保羅 今天跟他出去 今天跟他去飲料店聊了一會兒 是個全身上下充滿神秘氣息的男子 保羅說得對 病人根本不虛 病人根本就是累贅 為什麼我要為他們負責 護士又不是免費的服務生 難道你沒有領薪水嗎 203的病人真的超級吵 真想想個辦法讓他閉嘴 原來靴陶表面上跟我很好 私底下卻會跟醫生抱怨我 等著喬 什麼事 保羅的提議很好 成功的話 這兩個我討厭的人就會徹底消失了 病人真的好煩 乾脆一次全部幹掉好了 OK 第11有點可怕 李醫師似乎發現了什麼 正好我也看他不爽 一起殺掉好了 哼 果然 犯人是劉安利 這個房間是 喔浴室是嗎 Eww 真的是超級噁心的 還有那種淋浴間的感覺 滾起來 Oh my god 這間護士真的 不是 這間醫院真的做得超級 那是什麼話 我有聽到什麼聲音嗎 沒有 我們到前面去看一下 OK 然後下面是庭院的樣子 這裡是 201號 喔 203號病房是 他提到的那間病房 哇 喔 天哪被這個門連殺到 嗯 這裡過去是 淋浴間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 這裡只是純粹的病房 天哪這個 做得真的超級像的 真的不是我在說 203號病房在哪裡 喔 這是202號病房 裡面有什麼東西嗎 感覺就是 一間病房跟一間病房 連在一起而已 OK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這裡是 我總覺得這裡可以進去耶 有種那種感覺 喔 不行嗎 果然是錯覺 等一下 203號病房在哪裡 這裡是 陽台的是嗎 果然沒錯 下面就是 喔 這就是我們正門進來的地方 話說 203號病房不見了 沒有這間病房嗎 還是是在另外一邊 我們去另外一邊看一下好了 是這裡嗎 是這裡嗎 感覺這些就能夠跳進去 沒有辦法 是一間普通的醫院是嗎 我們適處搜尋一下這附近有什麼東西 嗯 203號病房 就是這間了 OK 欸 廁所裡面有人嗎 OK 感覺沒有什麼事 會發生在這裡面 嗯 沒有什麼日記或者是 其他的東西嗎 所以203號病房也是一間正常的病房囉 那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204號病房 我好討厭他腳步聲走來走去那個 摳摳摳 超級大聲的感覺 都沒有東西欸 204號病房也沒有 205號病房 我好討厭這種一間一間足以找病房的感覺 也沒有什麼東西 地上這個是 血跡是嗎 為什麼唯獨這個方塊不太一樣 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剩下最後一間病房了 OK 我們看一下這間 206號病房 喔 有奇怪的東西 箱子 管理員的ID卡 喔 地下室傳來聲響 哪裡咧 喔 OK 好 不要緊 還好小把戲已經嚇不倒我了 所以我們得到了ID卡 我們必須到樓下去看一下 下面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剛剛說地下室發生出來的聲響 我們到樓下去看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 等一下 是我看錯了嗎 這邊是1樓對吧 對這裡是1樓 所以是指 地下室是指這裡嗎 欸 門開了 這裡是 能源室之類的地方是嗎 太平街 喔 喔 喔 聽到水的聲音 電源控制室 沒有辦法打開 喔 不 不要叫我搬夜去這種地方 OK 我覺得這一集Episode我們先到這 下一集Episode 我們到這間太平線去看看 我們下一集Episode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اذ sagen 有沒有關鍵 讓我看見那些朋友 我們最後一集 飛到雄 讓你進去